這個要拍照交才我們這麼誇張 網友怎麼回應說 我比較想知道台灣海巡艦有沒有真的配合演出 還有網友說也是好事 至少不是真正的劍拔奴障 那海巡署怎麼回應的 海巡署死的字 不與自貧 不與自貧之語 我們來看一下 國防部事實上一直在跟海巡署合作 針對這個貢劍 我們有派一艘海軍軍艦 一艘大型的海巡艦 一艘百頓級的海巡艇 三對一監控它 海軍軍艦最靠近貢劍 海巡艦艇在外圍 那麼所以 我們國防部不與自貧 不說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但是這邊說 貢劍以無線電發話 臨近海域艦艦都聽得到 而且有錄音 有這麼誇張嗎 你們以前當兵 你是陸軍的嘛 比較沒有這個機會 也有這種事 在外島早就有了 在外島大家記不記得 外島那個水鬼摸上岸 然後就說 你們不用真的開槍 我拿完餅乾水果或是罐頭就走 我就洗完了 對 回去交差 到後面我們連餅乾水果都不給 他怎麼辦你知道 到我們旁邊拿我們那個 宣傳的那個小紙張 他撕了就回去 然後放到口袋 塑膠袋裝好就回去 所以中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他其實進入我們的海域 跟我們的我們的軍艦對峙 其實他們自己是很緊張的 因為自己清楚這是不對的事嘛 這是不對的事 你並不是在捍衛你的主權 你是跑到中華民國的海域 來囂張來耀武揚威 那個心中就沒有那個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正當性嘛 就不該來啊 不該去的地方 你去了你會不會膽怯 所以大家說解放軍好像很可怕耶 對不對你看 那這總共4月8號到4月10號 有232架次已經越過中線 然後到達我們ADIZ線 其實不是啦 這200多架裡面 只有141架進入ADIZ 其他的是在ADIZ外飛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山東號的航母 他總共飛起來了 將近有80架 那事實上 是屬於這個艦載機 就是這個殲-15的 也沒有那麼多 他大概載了25架殲-15的這個戰機 一架平均大概飛3.5次 也就是說他有在飛 為什麼只飛3.5次 我跟他講 很貴啊 非常貴 那個飛行成本 不是中國說 我很有錢 我是大國 你如果跟美國一樣 每一架飛機多飛個幾次 不但油耗的成本高 他的引擎也要換耶 因為殲-15 他是仿造蘇聯蘇凱戰機的 他的引擎都具有心臟病 那美國的飛機的飛行的時數 遠遠超過中國自製飛機的一倍以上 所以他我多飛了兩次 回去要換引擎 換引擎有多貴 而且殲-15你換一次 就要重新另外一批的戰機上去 所以他消耗力很大 另外就是 剛剛范老師講的一句重點 殲-15是烏克蘭設計的 當時叫做蘇凱33 是烏克蘭設計的 烏克蘭設計完畢之後 發現這一款戰機很重 他光是不在任何東西 不在油 空的飛機就已經17000公斤 他如果加上油 加上彈 35000公斤 35000公斤飛上去飛不久 他的飛行時數要再除以2 那回來以後 如果他滿載的彈藥 他降落不了 因為航空母艦飛行 跟降落的重量不一樣 如果你還是滿載 你載滿了6400公斤的飛彈飛上去 下來還是6400公斤 你下不來 你下不來 那個會產生危安 所以他要在海上把 那個多餘的炸彈丟掉 那可是炸彈不能亂丟啊 你今天飛到這個國際海域 說我載了6400公斤的這個炸藥 我下去下降只能三分之一 只能2000公斤 我要把4000多公斤的炸藥 丟在海裡 這還得了啊 對 所以我告訴你 他飛上去就只帶4枚飛彈 而且還是空對空 最輕的霹雳8跟霹雳9 最輕的飛彈上去 所以你說我的飛機飛上去 要針對台灣的台灣高雄打 用空對空飛彈打地 你這是當我們是軍事白痴嗎 霹雳8霹雳9來打地面目標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說這簡直就是一個 非常不入流的外宣 可是呢 他們宣傳得非常爽 那剛才創下哥講的那個 那個訊號 那個打開那個蓋 那個叫防呆裝置 那個叫防呆裝置 對 就是怕你訓練不良 又按了發射了 或不小心按了這個 把油都卸掉 那叫防呆裝置 現在新型的數位式的防呆裝置 長得不是那樣 那個紅色的蓋子 這到底是幾年前的飛機啊 他的設計的飛機 是1958年 然後 就是比捍衛戰士第幾還老耶 1958年 第一型由中國自製的這個轟六飛行的時間是1968年 剛好跟在下我同歲了 跟我同歲已經55歲了 對 那這款飛機 他們很多超過230架 所以說他就不斷的在這邊使用 可是呢 你這個拿來宣傳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脫窗了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很棒 打開 確定 沒問題 對準 台頭上方發射 哇 這是捍衛戰士第一集的動作 人家已經拍到毒星霞了 你還用這個動作 所以非常丟臉 那可是呢 大家看 這一塊 這一塊 很多人講說 你看 可是人家不管舊 不管爛啊 山東號就把台灣包圍了 這邊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山東號到了台灣的東海岸 整個把你包圍了 你台灣還囂張什麼 對 什麼叫包圍 什麼叫包圍 你變夾心餅乾 突破你們第一島鏈了 你們這些 這個傻傻 你們台獨份子的心跟膽還沒破 重點來了 突破第一島鏈 只是對台灣宣戰嗎 不是 你是同時對日本 對菲律賓 對台灣 對關島 是對這一步的印太戰略宣戰 你不是對台灣宣戰 所以你哪是只要鞏固你的領土完整啊 你根本要侵略世界 所以說 尼米之號距離你200海里 所以你怎麼離那麼遠 就跟他肩並肩 肩靠肩 不對 航空母艦不會肩並肩比誰大小啦 航空母艦比的是雷達徵收的範圍 比的是垂直發射 整個飛彈涵蓋的範圍 200海里 夠啦 500海里都涵蓋得了 它上面的F-18 隨時就飛到你頭上 隨時就飛到頭上 它的航程遠 它的載彈力強 而且它的彈射補給 它是核動力潛艦 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跟三東號不一樣 三東號是傳統動力 它後面的大奶媽 如果被切斷了以後 它就要叼掐了 好 我們來看中國的軍演 其實是為了宣傳的目的比較大 認知作戰的功能比較多 所以呢 新華社宣稱 整個東部戰區圓滿完成 這個環台戰備警巡 聯合力建演習之後呢 一些網友的反應是這樣子 普通民眾被島內媒體宣傳所影響 所以不真正打起來是不會怕的 只要那些台獨政客懂就行了 經過去年那次演訓之後 蔡英文都不敢讓麥卡錫來竄台了 還算是起到了震懾的作用 好 這是小粉紅的一個看法 另一方面再來看 有國際媒體直接問說 這軍演是對台灣的威脅 我們來看這個汪文斌 就是路透社的記者請教的 路透社記者就問說 中國解放軍在這個 結束蔡英文結束返美行程之後呢 展開對台這個軍演是恫嚇 然後呢 問中國是藉著軍演來威嚇台灣 汪文斌聽完就很生氣 汪文斌是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嘛 他直接嗆記者說 我不明白你提這個問題 到底是根據什麼樣的邏輯來做判斷的 我覺得你的問題提的是非常荒謬 緊接著再說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 與外部勢力勾結挑釁的嚴重警告 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 我想請問一下葉議員就是說 所以中國的軍演 使得這個麥肯息不敢串台了 只留在加州 包括了對台獨立發出訊息 意思就是說 即便你是蔡英文總統 現在中國所謂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沒有資格出訪沒有資格跟世界交朋友是不是 他是氣急敗壞 因為他不曉得記者問這個問題 他說你這個講話沒有邏輯什麼荒謬 是中國自己才荒謬嗎 歐盟的執委會主席冯德萊安跟這個法國的總統馬克宏去北京訪問 中國還跨花大口 我們要促進烏克蘭跟俄羅斯未來的和平 你是要當和平的天使 你之前習近平很高興 我們撮合了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恢復邦交 我們做到美國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是和平的倡議者 而且習近平還想再下一層 如果能夠撮合烏克蘭跟俄羅斯和解的話 他可以拿諾貝爾和平獎 中國有史以來有兩個領導人拿諾貝爾和平獎 可是你表面上說你要和平你要和解你要和談 可是你卻在台灣窮兵奪武 所以我必須要講 讓外界覺得你中國的矛盾 你的邏輯不通 你才荒謬 一手喊要和平 我幫你開個記者會 你跟黃文斌嗆聲 我要跟他PK 我跟黃文斌PK等著看 黃文斌講說問的荒謬是有道理的 看破不說破吧 你知道我在一軍事演習 就好像我們國防部都看破不說破 你還把他點破 四個字送你不予置評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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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